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收看 《维路START学》,我是邓飞校长 关于香港生源不足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 我一直提出,要招收香港境外的学生 包括外地也好,或者东南亚的华骑指引也好 也有不同的意见,就认为不是的 如果你解决香港的学校生源不足 为什么要不实施一个小班教学就可以解决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小班教学是一个教学策略 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解决学校生源不足的问题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是不行的,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看看教育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香港600间小学里面大概有340多间落实了小班教学 小班教学的定义大概是一班25位同学留下 就是小班教学 当然,如何为之小班 多少学生为之小班 在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标准 如果以我们香港2000年啟动的教改为例 曾经讨论过大概一个班有23人就叫做小班 现在大概有25人 都大致相约 我为什么说是小班教学 不可能解决得到一个生命不足的问题呢 第一,人口或者出生率在不断下降 如果我们不增加外来的人口 单靠我们目前香港的出生率 你可以预期学生只会一路也不减少 小班的标准 就是每个班的一个学生人数 是不是不断向下降 几多为止呢 一个班到底多少人呢 这个是无底洞 第二点就是 其实学校有两类的学校 一类就是收生完全没有问题 我说数量而已 完全没有问题 可能他的声誉很高 他的bending很高 结果可能有几百人 甚至几千人欠他一个学眼 这类的学校是不担心生月问题 他不担心数量的 所以这个小班教学 或者用小班教学 来解决他的生育问题 其实是不相关的 当然这些收足学生的学校 是应该实施小班教学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升 教学质素很慢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类的学校始终是少的 大部分的学校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收生不足的问题 面对收生不足 是不是我用小班教学 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不是的 现在小学一个班 如果小一开一个班 16位同学就可以开一个班 留意是16位同学 比1比23要低得多 中学中一 51个同学可以开三个班 就是平均17人就可以开一个中一的班 那16和17已经比1比23 1比25是低很多的标准 请问还可以怎样低法呢 是不是 而且 还有一点就是 家长有投票权 家长有选择权 当家长进入一间学校 无论小学中学都好 入到来之后 发觉 你中一或者小一 只有2个班 甚至只有1个班 或者入到来之后 发觉 你每个班的同学 只有10多人 那么家长就会深存疑虑 会不会这家学校 就是收不足 学校的教学质素 加不上呢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就会选择转校 就是说 就算是小班教学 设置到1比10多人 一个班 也好 入了学之后 家长入了学之后 那些同学 都会开了学 他们见到那班 那么小人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转校 如果要转去其他观众学校 其他观众学校 可能已经阻止了 即是他们的收生 已经放在顶上 不可以再收 那我就直接去学校 直支学校都不收 不是去国际学校 去私立学校 总有办法走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我们用一个 很低标准的小班教学 即是很低标准的开班人数 去帮助收身不足的学校 也好 入了学的家长 他一样会选择转校 一样都会选择走的 小班教学 这个不是一个有效 可以解决心愿不足的问题 短暂或者可能可以 中长期你是小无可小 因为人数继续在下降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都是要透过 吸收更多的境外学生 才既是要保住香港教育的品牌 解决生年不足的问题 亦都是解决香港现在面临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多谢各位